The 11th Manila Forum for China-Philippines Relations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the New Asia University. 第十一届中非关系马尼拉论坛 在新时代大学成功举办。 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消息 2024年3月21号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和非中了解协会 在新时代大学联合举办 第十一届中非关系马尼拉论坛 此次论坛主题为 中国全国两会后的中国经济形势 和中非经贸合作 中国驻菲大使黄熙莲做主旨演讲 他表示 中国全国两会上周刚刚结束 从中国两会中 感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体会中国直面挑战 积极进取的底气和信心 见证中国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 携手并进的行动和担当 在世界上的未经济社会发展机遇 從世界上的描述, 中國的開展也不可以從中國的新興建。 根本折下了中國, 只會回叨, 而且還會缺乏機會。 我估計今天的今天的意見。 非总统对华贸易、投资和旅游特使许志军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全国两会提出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 持续加大科研投入 以更多创新成果和技术应用投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相信这将对非中经贸合作带来深远影响 菲律宾工商总会主席曼吉奥表示 菲律宾工商总会长期致力于强化非中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期待进一步推动经贸便利 期待更多中国游客访飞 促进非中经贸合作 新时代大学校长多明哥表示 希望马尼拉论坛能够促进非中民众相互沟通了解 实现和谐的共同目标 中资企业菲律宾协会会长兼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行长胡星全表示 中国致力于全面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对研发的关注和投资将释放重大新成果 加速科技繁荣 中非有无数机会扩大和加强经济合作 期待见证中非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 非经济特区管理署署长潘家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非经济特区管理署致力于促进非中全国和地方友谊贸易和经济合作 努力为投资者提供最佳的地理位置和商业生态系统 菲律宾工商总会民喻主席奥尔蒂斯·路易斯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中国在菲律宾发展繁荣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他们将继续坚定维护与加强非中经贸等领域关系 胡新权会长 兰比诺主席同非智库综合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奥斯汀等随后互动发言 强调海上争议不能定义非中关系的全部 两国应利用好大量人文交流和投资机会开展务实合作 兰比诺主席在闭幕词中表示 本届马尼拉论坛就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对非中关系的影响 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深入讨论 我们因发扬对话合作和相互理解的精神 共同努力加强非中友谊与合作的纽带 此次论坛通过使馆 非中了 马尼拉时报 全球谈话广播电台脸书和X平台同步直播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